想合作的女艺人 一 二 杨子 杨子 又是一个人名啊 杨子的 满脑子都是杨子的人找到了 就在这里 大家快来看啊 人家主持人要他们几个人玩长相思版的 吩唱过之想合作的女艺人 请注意 这里说的是想合作的女艺人 瞧咱们坦哥 一场游戏提了两个杨子 而且第二次的时候 他们都说已经说过杨子了 他还在呐喊杨子 要不是他眼里只有姊妹 怎么会在那一直提人家呢 还有刚开始的时候 其他嘉宾也在那Q杨子 一 二 杨子 说明看六团肯定也是知道的 所以才疯狂的在坦哥面前Q姊妹啊 不过看咱们一向高情商的坦哥 对待剧轩的女同事来说 就知道姊妹在他心中确实是一个特殊的存在 当谭剑次听张静怡介绍自己话的话时 虽然是一直在附和 可是对于张静怡大开脑洞 的鬼言鬼语 他是一点都认同度了 主持人让他猜哪一幅是张静怡化的时 他也是直接猜错 这还是咱们记忆中 蓝迷主默契俱宣的样子吗 但是和杨子在一起的时候 他可明显不是这样的 面对姊妹的花言花语可就只有咱们坦哥一秒都不但犹豫地说出来 还有当说到去荒野求生的时候 问他只能带一个人去 当和张静怡他们俱宣的时候就是 不生啊我为什么要让自己女朋友去求生 大家还记得长乡村大会采访的时候他怎么说的吗 我其实是想带小妖 但是呢如果小妖不同意 那我就只能带星星 他最想带的是小妖 还有在荒岛共够余生也是他和姊妹说的 和你在荒岛共够余生 会选项柳 项柳小妖 让他们避意去吧 谭剑次 比小子的心次 我们都知道啊 杨子谭剑次 杨子谭剑次